4到5月份是缴税的季节 而继排照税之后 5月份要缴纳的是房屋税 地方税务局表示 税单都已经寄出了 如果没有收到或是遗失 可以向税务单位来申请补发 或是利用线上查缴税的方式 直接在网路上来付款 方便安全又能够参加抽奖 房屋税5月1号开征 缴纳期限到5月31号 花蓮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税单都已经寄出了 如果没有收到或者是遗失 可以向税务单位来申请补发 而税务局也鼓励民众 使用线上查缴税 方便快速又可以参加抽奖 针对于缴税方式的话 我们今年有多元的方式 可以让乡亲可以缴税 以现金来说的话 可以到金融机构 除了邮局外的金融机构 ATM转账或者是 信用卡都有很便利的缴纳方式 今年比较特殊的是 房屋税缴纳的限度 去超商可以缴到3万块 那以往都是2万块 也可以请大家 适时的利用这种方便的方法 来做缴纳的动作 那只要是利用自然人凭证 或是金融凭证 还有这个健保卡 到网路上用线上查缴税缴纳 或者是会用我们手机的APP 做缴纳房屋税的动作的话 我们会针对实名的得奖者 各得到1000块 那会有1000块的礼券 那如果是线上查缴税的部分的话 如果超过300人 还会加码抽出一张1500块的礼券 为了方便民众缴税 华林县地方税务局5月份的上班日 中午时间不休息 下午延长服务到6点 有任何房屋税疑问的民众 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变化是038-226-121 转232-239 介统会华林县报导